突击步枪 爽啊 竟然在这里还能捡到突击步枪 下一秒 郑天和鼻青脸肿地背着两只突击步枪回来 虽然一张脸都变成了猪头 说话都胡伦不清了 眼睛的笑意却是乐翻了天 但凡是个男子 那就没有不喜欢枪的 我 我刚想起来 你 你 就是山清夜松先生 找到我曾祖父的烟感的 就是你吗 你老爹还托你们国家的大使白中旗给我传过话 真的是你 这个世界真的太小了 我还打算能把父亲治好 就去山清找你 没想到竟然会在这里遇见你 这就是命 可惜我的父亲 叶松看了看地上的奄奄一息 生机渺茫的福格斯 心里头说不出的快感 冥冥之中 自有天意 俄尔经家族百年之后 确实就这么地落在了自己的手里 这是千毒公咬的 毒性很强 被咬的人活不过十二小时 下一秒 叶松左手大拇指一扣小拇指 一根七寸长的豪针瞬间弹立起来 手捏豪针 对着福格斯的心脏下面两寸的地方 迅速扎了三针 晕迷不醒多时的福格斯顿时发出一声 长长惨惨的痛叫 这声叫喊让凯文丽跟罗恩悚然变色 这简直就是奇迹 对 就是奇迹 晕迷了八个小时的福格斯竟然就这么醒了 暂时死不了了 有什么遗言赶紧交代 叶先生 请您救救我的父亲 我知道 您一定有办法的 您是帝都山的领主 一定对这里了如指掌的 是吗 救 那肯定能救的 叶先生 姐 不是问题 只要你肯施救 我相信额尔金家族会给你最丰厚的回报 要知道 他们家族在英伦三岛 无论在政界还是金融界 他们的影响力都非常的巨大 这位美丽的凯文丽小姐说起来 还是女王陛下的远房之孙女 叶先生 据我所知 您是你们神州的寻宝人 也是伟大的鉴赏家 我们家族庄园 珍藏的有很多建贵国各个时期的古董精品 只要你肯救治我的父亲 我会叫人把这些古董给您送过来 我保证 可以 不过 我要额尔金从神州带回去的几件东西 您说 慈禧太后送给额尔金的杨枝白玉玉如荫 圆明元十二生笑瘦手 舌头头像 此话一出 罗恩长须一口气 露出一抹轻松的笑容 似乎对叶松的要求完全不介意 那种感觉 就像是亿万富豪在喝酒的时候 无意中撒了一点酒 毫不在乎 而奈凯文丽却是有些变色 轻声说道 叶先生您 您怎么能 怎么 不愿意交出来 不是的 不是的 叶先生 我只是好奇 你怎么知道我们家族手里有这些东西 额尔金的日记里写得清清楚楚 那柄杨枝白玉玉如荫是乾隆皇帝最心爱的宝贝 上面镶嵌着最顶级的红莱绿三宝 还有一颗直径三公分的大冬珠 从圆明元洗劫回去的宝卧 你们家族最后全都捐给了大日洛博物馆 而这个东西 现在并没在大日洛博物馆 那么一定就在你们家 我说的对不对 尊敬的凯文丽女士 你说的没错 确实 在我们家 不过 叶先生 那对舌头兽手并不是我曾祖父盗取的 而是他们的属下送的 当时我祖父喜欢那舌头兽手 于是 就留了下来 第三件东西 同样是你们家族在洗劫古希腊帕特农神庙中 私藏的那尊雅典娜黄金象牙雕像 这话一出 凯文丽骤然变色 而另一边的罗恩 尸声尖叫起来 问题 你们家藏着那尊雅典娜的雕像 这怎么可能 绝对没有 绝对没有 我身为家族的继承人 我在宝库里没有见到过这尊雕像 我们只有 只有两个侍女力柱雕像还在 叶松抬眼一翻一盖 已然将凯文丽的神色尽收眼底 这个洋妞没有说谎 不过 叶松这句话也是瞎说的 目的 就是要炸凯文丽 果然 这一炸 就把凯文丽给炸了出来 所以 我决定 不就你们俄尔金家族的任何成员 抱歉 叶先生 我没有骗您 真的 我没有骗您 我以主的名义发誓 当年我的先祖 确实盗取了雅典娜神庙里的雅典娜象牙雕像 但是在运输回来的过程中 在爱琴海上遭遇飓 那批货物涌成爱琴海 我说的都是真的 叶先生 请您救救我的父亲 我父亲是个好人 他这一生都在从事慈善事业 我们一家人都在为家族曾经犯下的罪孽忏悔 求求您了 叶先生 三件东西 一样不少给我送过来 说完这话 叶松超齐允针 在福格斯的身上连下针十几下 冲着张强点点头 张强飞射入了老林子 没一会再出来 嘴里不停地嚼着 到了福格斯的身边 吐出嘴里的一坨绿色星影 直接敷在被千毒公咬伤的伤口上 一瞬间 福格斯身子又抖了一下 嘴里发出嘀嘀的声音 显然已经缓过气来 这一神奇的一幕出来 顿时就叫罗恩和凯文莉长大了嘴巴 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 凯文莉不停地向叶松道谢 主动地拥抱了下张强 张强整个人立刻呆如僵尸一般 整个脸红的都快滴出血来 接下来 叶松就要准备启程回家了 然而 这时候 罗恩却是微笑起来 冲着叶松轻轻说了两句话 要我帮你去摘天星兰 天星兰是天下奇珍 更是堪比幽名诗花的天才地宝 你想要我自己采摘 我先祖们种下的天星兰 你能付出多大的代价 叶先生是健保大师 也应该是收藏大家 我们家族愿意为叶先生 寻找一切叶先生想要的东西 叶先生有什么要求 尽管提出来 好 我要进神圣帝国的图书馆 时间一个月 此话一出 罗恩顿势勃然变了颜色 倒吸一口冷气 这个 这个 这个要求 怎么 罗恩先生办不到吗 刚才罗恩先生不是说 任何事都能为我做吗 神圣帝国图书馆的安保程度 不亚于任何国家的核武器库 除了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之外 其他没有任何人能进入那 能不能换一个 换一个 除了神圣帝国的图书馆 我都能帮你办到 你确定吗 罗恩先生 请说 我要中医得到全世界承认 这个 这个 罗恩又被叶松给问得无言以对了 中医 在国际上确实地位很尴尬的 别说在国际上 就算是在本国 那也是属于鸡类 几种几十种花花草草混杂一起 熬出一锅黑乎乎的黑水 病人喝了病就好了 这在国内都没多少人相信 更别说在国外了 这是 这是急不得 一时半会做不了 都过 只要拿到了天心兰 治好了我们家族长辈的病 我想 这是应该有成功的希望 相信我 我的朋友 我绝对一定用尽全力去办这件事 那 就请罗恩先生办好了再说 天心兰 我给你留着 松 我的好朋友 我是真心诚意地跟你做朋友 要不这样吧 你再换一个 再换一个要求 这个要求我要是做不到 我绝对放弃对你的恳求 罗恩的话刚说完 旁边的郑天河就大声叫喊起来 让我们男足 尽是戒杯 这话一出来 叶松几个脸都变了 又是尴尬 又是愤怒 更多的却是深深的无奈 这个难度 怕是比登月还要难上一百倍 哪知道 罗恩听到这句话之后 眼睛顿时清澈无比 一抹金光闪过来 双手重重地一拍 罗恩大声说道 没问题 你说什么 你说你能做到 几兄弟顿时跳了起来 不可思议地望向罗恩 叶松也是微微一正 这么高难度的事 他能办成 还答应得这么干脆 只听见罗恩呵呵笑起来 下一届 参赛队伍改成四十八支救世了 还 有这种操作 绝对没问题 也就改个规则的事 这事 我回去就能做 我的好朋友 你确定要我给你办这件事吗 那是我的朋友说的 不代表我 我担心的是 改成四十八支也进不了 那你怎么说 罗恩顿时恶然呆立当场 面露失望 长叹一声低声说道 我知道你对我不信任 可我现在在这里 真的没有办法证明我自己 天星兰对我和我的家族来说 非常的重要 请你一定帮助我们 说到这里 罗恩满面素容 凝重而沉醋 举起自己的右手 掌心面对叶松 抄起一把匕首 在自己的掌心 画了一个奇怪的符号 鲜血从罗恩的掌心 滴落在地 罗恩以从未有过的 严肃声音 说了一段西伯来语 我 罗恩 罗斯 弥赛亚以先祖 弥赛亚的名义启示 如果我完不成 叶松先生的要求 叫我永远找不到 十介石板 我的灵魂也无法 回归家族的圣物 西伯来语传入 叶松耳内 叶松瞬间动容 嘴角狠狠地一撇 紧紧地咬着牙齿 终于 此生必灭 全知之眼 叶松一直苦苦守候的 绝世天机 终于等到了 就在今天 就阴在这个人的身上 绝世天机 终于让叶松等到了